今秋时节瓜果飘香 近日福建省平和县的60多万亩蜜柚陆续成熟 眼下正是蜜柚采摘销售旺季 丰收的果园是什么样的景象 今年的蜜柚有什么特点 现在我们就跟随记者吴燕敏一起去看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平和县高寨村的万亩果园 那通过空中的画面可以看到 漫山遍野的柚子树郁郁冲冲 柚子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果实 沉甸甸的柚子压弯枝头 柚香飘满果园 也是到了蜜柚丰收的时候 现场柚农们正在采收蜜柚 由于蜜柚的果实比较大 在采收的时候需要双手握住蜜柚 又巧劲把它们摘下来 这样既高效采收又保护果子 刚刚采收下来的蜜柚将被运送到收购基地 随后进行清洗分解包装和销售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颗刚刚摘下来的蜜柚 那这颗柚子表皮金黄 同时平底 而表面的油包也光滑 颠起来成颠颠 又能不能告诉我 像这样的一颗蜜柚就是品质好的蜜柚 那我也了解到 今年平和蜜柚的品质是提高了 柔软度更好了 柔软度更好 它的口感也就更好了 同时含糖量也更高了 柚子更甜了 那果子好了也就更卖得上价了 我也了解到现在的价格比去年同期是高了2到3毛钱 而母产值也能够达到8000到1万元 今年平和县在蜜柚优质产区是市行一柚一码 那分解后的柚子贴上专属的二维码 通过扫码就可以看到蜜柚的产区 种植包括施肥情况等等 分收的果园也吹升了生态观光油 蜜柚采摘油 到了周末节假日就会有很多的游客前来 闻果香 闪美景 摘蜜柚 这也带动了村民征收 今年蜜柚的种植面积是超过65万亩 在平和我也了解到 有90%的农户是依靠蜜柚产业 那在这里蜜柚果可以说是老百姓的致富果